接着我们来看销售的问题 根据调查,一双环保块定价100元能够卖出80双 如果定价每减少10元,就能增加20双的销售量 例如,降成90元的话就可以卖出100双 降成80元的话就可以卖出120双 请问能否透过降价使得收入变成1万块呢? 根据题目的意思,我们可以知道 价格和它卖出的数量会有这个表这样的关系 当价格为100元的时候,它可以卖出80双 当我们扣了10元之后,它就会增加20双的销售量 当我们扣了20元,那么我们把它写成10乘上2 扣了20元的话,它就会增加40双 那么40双就可以写成20乘以2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扣掉10X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收量就会变成80加上20X双 接着我们就可以写出它总收入的一个关系式 如果我们说总收入是Y的话,它的关系式就可以写成 Y等于单价100-10X 乘上它的收量 总共有80加上20X双 那么它就是一个二次函数 那么这个二次函数的最大值 会不会超过1万呢? 我们来算算看 将括号乘开,我们就可以等于8000加上2000X 再减800X,再减200X平方 接着我们将它继续化减 化减完,它会等于-200X平方 加1200X,再加上8000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配方 首先我们先将二次前面的-200提出来 所以说它可以写作等于-200乘上X平方 接着呢,1200X被提走了-200 所以说它剩-6X 接着我们再给它一个常数完成配方 那么给一个常数我们要记得再扣掉一个数字 最后再加上8000 那么我们给的数字是多少呢? 我们看中间的6X 6X我们可以将它写成2乘X乘3 所以后面补的是3的平方 那么我们给的这个3的平方 要记得乘上前面的-200 才是我们给它的值 那么3的平方乘上-200 它会是-1800 因为3的平方等于9 9乘以-200 所以说是-1800 所以后面要再扣掉-1800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扣掉的数字 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了配方 等于-200乘上X-3的平方 接着再加上9800 所以说当X等于3的时候 Y它的总收入就会是9800 也就是它最大值 所以在透过降价之后 它总收入最高就是9800 它没办法到达1万元 所以答案是不能 它是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一样的是一个销售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价格 还有它的销售量的关系 那么总收入会是它的价格 乘上它的销售量 所以说它列出来之后 它会是一个二次函数 那我们只要透过配方法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找到 当X等于3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最大的收入 我们可以找到的了